大家好,我是小徐 主播走的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救助之路也越来越难走了 就在这几天,我们经常就是遭到同行的投诉 我们的视频内容被分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没有任何流量 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是经常被遭到分号 直播到现在,我们这几月直播分了至少有10机场直播吧 直播脖子脖子就分了 得到许多同行的排挤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老师五月五就给我分了 投诉的人越多,分号也就越快 幻觉这条路很漫长 但是不怕怎么样,前路再坎坷 前路再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 投诉的人越多,分号越多 我愿意要坚持下去 证明给你们看 没有互联网这条路 我依然不会放弃任何一只狗狗 我依然会踏在救助的路上 我不会就是因为互联网断了 我没有了资金收入来源 没有了互联网收入来源 我就会放弃这些狗狗 不会,同时我也让那些救助的同行 好好看清楚 我并不是说是因为网络流料 我才会救助他们 我的初心就是救助每一只狗 给这些可怜的一只狗狗一个家 也想通过互联网的能力 让我减轻负担 帮助更多的狗狗 可是经常遭到人的排挤 遭到许多人的投诉 我们的直播分了十几场 原本以为分直播 我可以停下去 但是就在前天的时候 我们的视频 被分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视频没有任何的流量 然后就在我今天直播的时候 直播又一直白分 没有任何原因 分我的原因 第一就是 有三种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售卖什么什么 不实的物品 给我分号 我从来不会售卖任何东西 但是投诉的人越多 哪怕你没有去做那些事情 他又会给你分号 你们不就是想着 我号分了 没有了流量 这些狗狗他会放弃吗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虽然我号被分一个月 但是我视频 依然我会坚持下去 狗狗我也会 依然坚持地养下去 不会放弃任何一只狗狗 这就是我 跟你们不一样的烟火 也就是我跟你们的不一样之处 四年了 我做任何事情 我心无愧 我所遇到的每一只狗狗 我心无愧 我所收到的每一份礼物 收到的每一份接触 我都无心无愧 我舍得花在狗狗身上 我就喜欢就是别人 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那种感觉 是 后备走生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开心 许多救助的看到我的后备分了 都开心 因为我们直播人气很高 动作就上岸了 要么就几千人 流量也比较高 就因为这一点 经常遭到别人的投诉 心里面也挺憋屈的 怎么可能不憋屈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那叫松丝 主呢今天上午 他车过来 把他也抢回去了 还有 我们的血 过来过来过来 我们的血 过来特别大 一个大太迪 也找到了主人 主人是五台山的 一个寺庙里的大当家 然后那下个月 他也回来过来 接雪儿回家 接雪儿回家的同时 他也答应了我 他们寺庙里面 所上过的一些食物 会就是 捐赠到我们基地 给我们狗狗吃 会给清我的一点负担 也是一个好消息 我永远都是那个 打不死的小群 这两百五十多只狗狗 背后 永远都有个小徐 在支撑着 在困难 哪怕我趴着 我也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 今天这些话 我也是说给那些同行说的 救助 你们要做到温馨无愧 对得起买鸡狗狗 对得起每一个支持你的人 别人做得最好 不要去野活 人家做得好 证明人家做的事情实在 诚实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狗狗 对得起阳心 之所以做得好 就是因为人家做的事情真实 搞那些虚头假脑的 虚假的一套 最后一天会被曝光出来 会被别人看穿 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 真真实实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搞一些虚假的 你们投诉我一遍可以 两遍可以 但是周末有一天 他也会去查明真相 把我解分开 所以我不怕投诉 你们是已经去投诉我 我一点都不害怕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几件事情 心里面也比较烦闷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这几个月的话 我们基地的费用 也靠我自己来承担 我自己想办法的承担这套费用 我本来想的是咱们今年流量比较好 然后多赚点钱 给狗狗把厨房借起来 但是没想到好被整分了 厨房可能又要拖延了 厨房的话还是用之前那个 大街的零食那个小木屋 小铁皮屋 继续给狗狗做饭 因为没有能力再继续被狗狗了 所以夏天我也会坚持在每天给狗狗做饭 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学生给狗狗喂动狗鸟 能做饭尽量做饭 米饭如果有一天我喂不起 我大不了就会玉米糊糊 反正我不会饿到每一只狗狗 我会让每一只狗狗吃到食物 让他们吃饱为止 接下来我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家园的狗 谢谢大家 不管邪路在哪 不管在坎坷 我都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些狗狗们背后 永远都有一个小区 在照顾着他们 哪怕我有一天真正冲步难行 我依然是他们坚强的后动 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吃去喝 不用为任何事情操心 你越委屈我自己 我都不会委屈我们家园的每一只狗狗 细小狗狗全部出来晒太阳白天 马上回去白天全部出来晒太阳 老天有时候是真的不公 你搞得越好 越会有人来抵兑你 任何一个同学都是做事情 你做得越好 越会有人来针对 其实我所做的一切 不都是为了生活这些狗狗吗 有时候所谓的救助 还不如直接说 在利用呢 利用狗狗的人太多太多 见不得别人好 别人好了他们也就不开心 做得越好引发嫉妒的人越多 今天这些狗狗 我录这些狗狗的视频 有时候想到你们看看 我虽然没有了流量 但是狗狗我又来每天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劫持 在照顾着他们 是不是看到这些狗狗之后 你们是又气又恨了 很想让我这个 基地被取消 很想让我小徐有一天把他们放弃 但是我跟你们说 就算我没有了互联网 我自己哪怕我出去打工 我不请工人 我自己一个人也会在家劫持 如果有一天我真正没能力了 大不了工人我解散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 喂喂狗狗 打扫打扫卫生 出去干活 我也会劫持到最后一刻 在我的字连里面没有轻易放弃几个字 这就是我 好了今天就是给大家看看狗狗们 说一下最近遭遇的事情 好 好